你刚刚给我的答案,我还是稍微有些欣慰的,比起你见我刺上记情而临时决定对我开枪,你早就做了这个选择,相对,我还是比较开心的。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,惯常美理不饶人,德理更不饶人,气量不大,容易记仇,还是个牙姿必报的主,能跟你牵扯这么久,我其实,有点认可恋爱中的女人都是无脑的,犯贱的,因为我的确因为你,做了好多脑残又犯贱的事,不然我们之间,早就该当断得断。 不至于莫能两可,跟你一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,教训我这次也吃够了,所以你别想还跟我怎么样,我跟你之间,没有你心中所想的以后。 楚伯阳觉得,自己身上的戾气,已经所剩无几。 还记得,我今天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吗? 吉琪。 如果放到以前,我应该不会去问他给自己添堵,这一次,不是那么很在乎了, 也就不觉得提到他,是给自己添堵了。 我之前一直想不通,为什么我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,却偏偏得到如今这种惩罚。 我想,我大概是坏了谁的姻缘,所以遭到了报应。 你也别再执着了,你一桩桩一件件,为了寄情做到如今这种份上,你还要说你不爱他吗? 不爱,我爱你。 你爱我呀。 我爱你。 那我现在,就当你是爱我,可你为了他打了我一枪,害我失去了孩子。 我恨你,我恨你,所以我并不想让你好过。 所以,楚薄阳,你最好现在是爱我的,不然我下面的这些话,起不到报复你的作用。 不爱你。 好,我那天在医院碰到你带着寄情产检的那一天,不是去读你们的。 我放下尊严在你量了我几天之后主动打电话给你,是想让你陪着我去产检,当给你一个惊喜,然而你没空。 然后,我下一刻看到你陪着寄情产检完,之后寄情昏倒,你二话不说丢下我自己抱着他匆匆忙忙的离开。 拜拜。